我是一個從七十八快八十公斤 而且我出生就很胖 我並不是後來不胖 一直到了醫學院還是六七十公斤 一直到三十歲七十八 發現說不行了 結果有幾次就是被病人刺激 因為男病人講話都不留口的 他就跟他的老婆說 你不要給這位周伟倫剪 你給他剪你不怕 他跟他一樣越剪越肥 那我就看著很火啦 一到五我要認真解決 我第一餐是要吃三碗飯到四碗飯 然後呢為什麼 因為我今天吃飽飽之後 一個胖子血糖不降低 今天晚上呢很簡單 我不會碰飯 因為我今天中午已經吃了三四碗飯了 我晚上是吃肉和吃菜和一點湯 用大小餐的半日斷食 把餐跟餐拉長 但是記得第一點就是 睡前無曬進食 所以我大概七點或六點吃完 第二餐好今天結束 這樣一天就可以瘦半公斤 到一公斤的方法 因為我做美髮 然後我們常常有時候客人約太多 然後就可能一天連一餐也吃不到 這樣會不會影響到我減肥的 有一種胖 不是你吃東西胖 是冤枉你的胖 就是叫做過勞肥 你一天吃不到一個飯糰 一個杯豆漿 你居然在一年內會爆肥八公斤 你有這種經驗嗎 對不對 就是一個叫做過勞肥 壓力肥 所以其實過了餐不吃 或是餓過頭才吃 或有餓又不能去吃 這種其實對於一個 肥胖醫學是很大的傷害 就想請問一下周醫師 就是不同的體質 是不是 就是有不同的減肥方式 很多上班族跟女生 上大學之後 他比較容易在意 就是腳非常的腫 鞋子甚至穿不下 可是尿尿又尿不太出來 其實這種人其實最好見 可是有一種人是最慘 他很胖 他覺得他很結實 是肌肉型 其實不要相信肌肉型的減肥 他是硬脂肪 他你要像做生甲 比方說皮拉提斯 皮士 瑜伽 先把他的肌肉的一個情況 重得比較柔軟一點 然後再加上體脂肪 去增加心肺 再加上飲食控制 他甜食絕對不能控 然後還有炸的烤絕奔控 他吃一些生酮 比方說一些蛋白質瘦肉 加上大量的蔬菜 他是最快瘦的 像是我們有聽過 就是喝中藥啦 或是喝一些茶飲 希望可以來消除脂肪 像天啊 你自己是不是就試過幾種 我目前是喝那個秋葵綠茶 就是蠻可怕 因為它會咯咯的 其實綠茶本身 你不要覺得綠茶粉很冷 其實中醫說很冷的意思是 它很傷胃 有些女生 她真的是已經長期減肥過度 她都不吃早餐 她胃已經有輕微的胃不好 千萬不能碰秋葵綠茶 但是你說它是不好的東西嗎 綠茶是一個單年很高 它是一個兒茶素很高 它用在抗癌 抗氧化去自由肌 可是不等於減肥啊 我倒覺得台灣的秋天 女生又有卵巢子宮 你又不是大男生對不對 我們要保護到 我覺得薑茶最好 紅茶 你把綠茶那種半發酵的 變成全發酵的紅茶不上味 他們同樣都是烏龍茶系列 都是茶葉系列 然後你放上差不多三四片的薑 去燜泡或煮鍋 增加你手腳的溫暖 手腳溫暖就提高 要今天的上班上課 坐在那邊帶一些綠 其實你多喝多尿尿 多喝多尿尿尿 不用去運動 它也會瘦半功能筋 醫師請問就是 就是敲膽筋 真的可以瘦大腿嗎 你用瑜伽滾筒去滑膽筋 有沒有 瑜伽滾筒方法 或是按摩球 用網球 類似網球 按摩球都可以 夾胯關節 還有就是大腿內側 應該說你把拳頭 放在你的該B 就屬膝部 一定要對側 這同側 左手去按左側 右手按右側是沒有力的 你用對側去壓 就是你的該B 就是屬膝部 刺激什麼 這裡面都是最重要的 動脈和淋巴 希望我們大家都可以 成功的來瘦身 也感謝大家收看 今天的Videotalk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掰掰 嗯 用行動支持 第一手的好西粉 屬於你的美麗 蘋果新果